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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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回到这一节的问答环节 身边嘉宾,继续有与权证券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Herry,你好 大家好 好,现在费目标 大市是在升48点 報23,966点 国企指数跌141点 报11939点 大市成交暂时到631亿多 家庭公司还有任何股份问题 继续打电话来204-6566 或电邮给我们ASK at BS Channel.com 先听听家庭观众劉小姐的电话 劉小姐,你好 好,劉小姐你好 是,你好 請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那隻黃黃13,我買了的 我想問,因為我都幾高買,我都成95元買 現在是否出去了,還是怎樣呢? 好了,二炒股份,就是黃黃,和記黃布 13號,現價做98.3元,升超過1.2元 不過升到高位,102.5元的邊位,就要跌下來了 現在的升幅收窄了很多 我看到,本身買入價在95元的位置 會否說,之後會再跌到95元的位置 是否應該沽放離場呢? 我覺得可以等一會,劉小姐 你見到,今天的市況不太適合 所以你見黃黃的升幅,一直在收窄 但是,你說跌幅上,會否說跌下去呢? 就是95元,機會不大 始終,今次做了一個很大的重組 所謂的每股資產淨值 大家都算過,可以釋放多少出來 所以,目標價上,我看回到110元的位置 所以,接下來我會覺得,你不如多留一會 看看本身的股價,演變上是怎樣 真的跌到50天線的位置 你才想想會否走火 但是,我暫時看機會不太大 幫不幫到你?還有沒有其他股份問題? 好啊,謝謝你 多謝你的電話 好,我們再聽聽聽 各位家庭觀眾,還有齊小姐 齊小姐,你好 你好啊 是 我想問你,我問那隻 1.29號,九號紙米 九號幾米,現在的鑑多 我想換那隻 120號中國空店,是否會好些? 你想換哪隻? 120,是否中國風電 是否中國風電 中國風電,是120 好啊 先看看,本身就拿著貨 就是1029的鐵貨 現價是五毫一 跌跌近百分之二 本身就想問一下 可否換馬去到182的中國風電 因為暫時看到,他拿著的鐵貨 暫時也有虧蝕在手 現在來講,可否換馬去到封電的股份上? 鐵貨的股價是一浪低於一浪 所以都很麻煩 齊小姐 我建議你不妨找位置出了 看看會否有機會上去五毫六指 即是五十天線這些位置 你就走了 這樣就要等少少反彈 所以你要等一等 但現階段 我建議你這隻股份 就不要維持長 看個小,你看到一連圖 都是一直跌下去 如果你說182來說 我建議 現階段入 我就會覺得有點遲 所以 時間性 鐵貨換中國風電 你需要捕捉得好些 鐵貨你多等一會 人體上去大概五十天線才走了 封電 你等一等 它會否回到四毫子這些位置 你才換過去 好,希望可以幫到你了 我們再聽聽下一位家庭觀眾 電話 電話旁邊就是有黃小姐 黃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黃小姐,你好 我218,我六個半入 我先頭 我見它跌得這麼嚴重 六個五號幾 我沽了 我想什麼位置進去 以及1766 十元二號幾入 現在怎麼看 好啊 先看看 218,新人萬國 現價做六個六號 四跌歪近百分之五 剛才的跌浪 就在六個半的位置 就沽了火力場 現在又見到好像又升了 會不會 找位置可以買入這隻股份 新人萬國 我想黃小姐 你也是很短炒的 看過世都是 都是炒A股那些券商的概念 但是 你走了的話 都OK的 我會覺得今天你見它跌下來 不太對勞 但是 你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下回六溫這些位置 近來的低位 試一試它短炒 這隻越短越好 不要期望像券商股那樣 炒上炒下 我會覺得 新人萬國的基本面 跟本身中信證券 或者是銀河 或者是海通這些證券股 挺不同的 所以 這隻以短炒為主 你如果6元買到 你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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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有一層升浪 10個月買了 我又覺得 不需要太過擔心 黃小姐 今天我覺得它跌 跌多了 正在補欠口 明明是有個合併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 你給我的話 我在想要不要賣 當然要看它的小 就不太對勁 等它跌定了 才再溝通貨 我反而是這樣想的 所以如果你不打算溝通貨 不打算做任何步動作 10個月 你就先保持它 看看它什麼時候 中間的北車和南車 它公佈了合併方案 但未公佈過時間 等等它的時間上 這兩個演繹會是怎樣 好啊 希望可以幫到你了 我們再跟進 就是券商股股份的情況 其中看到6837海通證券 都跌了4% 下來了 18.64 都看回一些經營的數據 上個月 安年是虧轉型 去到7.35億元人民幣 交往上年同期 都有一個好串的情況 而且營業收入方面 都是按年價大升了2.71倍 似乎情況都不是很差 但是為什麼今天股價 都仍然拖累這麼多 受到A股價的情況 如果你說今天的券商股 很明顯是因為A股 有個跌勢 就有個拖累回到 其實好幾隻大的券商股 我看它已經出了一些數據 那個月度數據 的確都做得挺OK的 當然如果你計算盈利上升的倍數 又好像沒有原先市場 預期10倍20倍的增長 所以短線來說 今次這個數據出來 你計算本身 今次出的就是12月 那如果你出的12月 那個數字 其實你計算了 全年那個業績 又或者是本身收入 盈利 大概有個 心裏面有個數字 在那裡 其實券商股 我覺得可以 如果見它 比如這樣說 舉個例子 如果是6、8、3、7去看 如果這一陣子 它跌到去 大概是18元 這些位置 大家可以吸一吸 我覺得 券商股 其實接下來 就是等於一件事 就是看盈起 所以股價依然是醞釀一個很明顯的上升 但是當然 你買券商股 你所面對的風險 就是A股急升急跌的情況 很難猜A股現在的走勢 大體上面來說 我會覺得 這個形勢未至於 近來是有個下跌的 所以 對於券商股 可能走勢上面 會比較低一點 好 我們再聽聽家庭觀眾的 電話 電話旁邊有胡小姐 胡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 1359 是3.8 3.8 1日 我想問一下短線 還沒有多少 還有比較自私 還有一個 688 因為還沒有貨 我想問一下這個計劃才可以買 謝謝 好 剛剛也說過券商股份 都看看 就是1359 中國信達報3.8.2 跌超過1% 在3.8.1 現價的位置 拿著貨 怎樣看回這隻股份 會不會跌勢仍然要持續下去 可能都是 因為本身 1359 胡小姐你要明白 這隻股份很特別 他手頭上 即是順達資產管理 手頭上 有些少少煤炭 有些少少 本身的 房地產的一些資產 做一些不良資產的支援 或者管理 所以最近 煤炭的價格 又跌過 他會有些沽額 在那裏 除了基本因素之外 你看最近的走勢 不是那麼漂亮 所以 如果你見到股價 跌穿3.6 這些水平 你需要走走貨 也是近期的低位 如果你說穿了這些水平 你怎樣都要走走 技術上 不是那麼對路 可能會試到下去3.31 但如果你駁它反彈 你就看它大概4.2 這位置 都是近期的頂部 另外一隻 6881 中國銀行部 在9.6的位置 今天都跌4% 會不會像你剛才提及 就是637 現在都看到它跌了下來 都可以趁有個跌勢 都可以吸納 是的 券商股就跟了A股 你看看A股的走勢 我會覺得一兩天的沽額都在 A股因為本身有IPO 所以你看看銀行會不會落到9元邊 有機會你吸一吸 6030 6837 和6881 我都建議你等多一兩天 等A股跌定了 你可以少住吸 駁一個反彈 好了 希望可以幫到你 胡小姐 我們這一節的問答環節 都差不多了 跟Harry做申報 剛才提及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 沒有 好 我們待會回來 繼續有直播環節 家庭觀眾千萬不要走開 好